大家好 我是My Flower Letter的Kelly 今次我們會做一個顏色比較reflection的花藝作品 大家收到的花都可能在沉水之中的狀態 記得要盡快幫你伸花剪腳 養水 幾小時後 花就會回復原來的狀態 第一次收花的朋友 記得看我們的花材處理短片 我們首先介紹花材 第一種花會用到綠石竹 亦叫綠毛球 大家看到花徑是一折一折的組成 所以處理時要小心一點 否則很容易會截斷 第二種花材會用來自阿瓜多爾的Shimmer玫瑰 阿瓜多爾的玫瑰特性是花徑比較粗身 和比較小刺 而今次Shimmer玫瑰 外層的顏色是一隻三文魚的顏色 而花粉的內層是慢慢會漸黃 但是橙的 一個漸變的花材 我們會用到粉紅色的多透小玫瑰 記得保護粉撕走它就可以了 之後我們會用到粉色的吉緊 我們會用到白色的老鼠尾 第六種花材我們會用到梅香 梅香有不同形態 不同方向生長 最後醃材方面我們會用到開心葉 我們為大家準備了一個flower recipe 裏面就列明了大概每一枝花的長度 來做以下的arrangement 大家處理好花材之後就可以把水到花瓶 到大部分的位置 然後就用我們給你的營養粉 整包就倒進去 可以攪拌一下 用了營養粉之後可以隔天才幫鮮花剪腳 換水洗花瓶 到時就用第二包營養粉 那些花就會保留得更漂亮和久一點 我們首先會把開心葉平均放在花瓶裏面 在花瓶的左邊和右邊都各放一枝 把交叉放進去 記住在水位裏面的葉材一定要剪走 而第三枝開心葉放在花瓶的後面 做好base之後 我們今次插花會在花瓶的外圍 對 圍圈插了 然後才插花瓶正中間這個部分 首先會用我們的吉緊 總共有三枝 我們在花瓶的前面 正中間那邊可以先放一枝 拉著花瓶邊這樣插入就可以了 然後在花瓶的左邊和右邊都各插一枝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用我們的多頭小玫瑰了 因為我們今次的多頭小玫瑰 因為花瓶是比較淺色 所以花瓶可能會有一些傷痕 尤其是保護瓶的範圍 記得要撕走它 我們首先會用短的三枝 我們其中兩枝會放在中間的吉緊 左邊和右邊的位置 左邊也是這樣做 最後短的一枝會放在花瓶後面的位置 大家看到其實在花瓶前面這個位置 都已經充滿了 我們總共會有四枝比較長的shimmer玫瑰 現在就可以用它了 也是我們會在花瓶的外圍方向先插 我們可以用第一枝放在小玫瑰旁邊 第二枝放在左邊小玫瑰旁邊 另外兩枝會放在花瓶的左邊和右邊 在這兩枝吉緊的後面 基本上花瓶外圍的位置已經佈滿了 就可以開始插花瓶中間內圈這個部分 首先可以用比較長的多頭小玫瑰 放在花瓶正中間的部分 直接插入就可以了 然後比較短的一枝shimmer玫瑰 放在我們剛才的多頭小玫瑰後面 高高低低形成了一些錯落感 現在就可以運用我們的綠石竹 我們有三枝綠石竹 其實會是圍著中間最矮的一枝玫瑰花 來擺放的 我們可以在花瓶靠前面的部分 右邊放一枝 在它後面 左邊和右邊都可以割放一枝 然後再放一枝玫瑰花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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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放一枝玫瑰花瓶 然後再放一枝玫瑰花瓶 再放一枝玫瑰花瓶 放一枝玫瑰花瓶 老鼠味總共有三枝 第一枝放在長茴香旁邊 第二枝放在短茴香後面 最後一枝可以放在前面 靠左手邊刺緊的旁邊 今次的作品就完成了 希望大家都喜歡今次的花藝作品 如果大家在插花方面有什麼疑難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做完之後記得拍照給我們 每個月最美的一個 我們會想分一盒花給它 下次見 拜拜